我剛才講過一個完成基督的觀念 那我講這個完成基督的觀念 我剛才講過了 有兩種心情 一種是 突然是不連續的 一種突然是怎麼樣 就是他愛跟別人是連續 一種是不連續的 一種是連續的 在這個地方只有不連續的 沒有連續的 底下我會這麼講 我為什麼在這個情況下 是沒有連續的那一部分 我再把以前那個詩子寫下來 以前我是這樣寫的 前面是不連續部分 後面是連續部分 就是說 完整集合 我們再稍微顧及一下什麼 叫完整集合 完整集合就是說 任何的正義 正義函數 都可以展開什麼 你展開什麼 現金 那如果你的破完是 你的狀態是不連續的話 你就用散連續 是不是連續的話 就用怎樣 用激溫 老師 我再講這關子 要只有再強調一次 說完整集合在我們物理 你要了解我那個量子力學的話 你一定要有完整集合這個觀念 或者很多東西都沒法弄懂 正義函數 我再強調 你的正義函數都可以展開什麼 它的現金 那我們想說 基本就是相加的意思 基本是相加的 只是說它的變要是連續而已 那在我們這個地詞裡頭 沒有這一部分 沒有這一部分 什麼情況下才有這個 就是當你的破完數 你們仔細聽 當你的破完數的分布範圍 從破物線到 破完數的分布範圍 涵蓋無限大的空間的話 就連續了 如果你的破完數的分布範圍 實在有限空間的話 就不連續了 破完數的分布範圍 如果它排在範圍 如果是無限大的話 它是連續的 如果破完數的分布範圍 實在有限空間裡頭的話 它是不連續的 如果我們可以更多的意思 那時候你們就會更清楚 它通過範圍是可以 通過範圍是可以到無限大 正無限大或正負無限大空間 正負無限大空間 那這是在無限空間 我們現在這個例子 我們現在 我們剛剛看到的例子 這破完是 它的分布範圍在哪裡 0到什麼 0到B嗎 對不對 它有沒有到無限黏圍 沒有 所以就怎麼樣 又沒有這一部分 所以只有這一部分 對 好 那我們這n是從 n從1到B 一直到正負無限大 這樣輕得更好 所以底下我們要討論的時候 真正正在來看 所以正義函數 正義函數 好 這裡s的函數 都可以散開成 這組函數的時候 有線性的 這樣會嗎 因為這組函數完整機了 好 因為我再講一次說 因為這組函數 只完整機了 所以從1到5千萬 是完整機了 所以正義函數 都可以展開 所以x的函數 都可以展開 它的線性 好 好 題文是在這邊 這是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用那個函數了 那底下我們要討論的 底下我們要討論的 底下我們要討論的是 這係數 展開係數的物理 就是我們是 我們是 展開係數到底是 什麼要物理 那首先呢 我們看我們怎樣 我們怎樣 我們怎樣得到 得到這個係數 換句話說 如果我告訴你 這個 個性之物 對不對 這組還吃一隻 你才吃個性之物還說 對不對 那我告訴你 這個個性之物 我們後面有例題 我告訴大家的函數 你會不會把這個係數算出來 那我們來看它幾乎算 我們把這個係數算 我們把這個係數 我們把這個係數 左邊乘上一個 好 我們把這個係數 左邊 乘上一個 一個電子的 就是 這邊的其中一個 這組函數 就是其中一個 是一個電子 你可以說 二後的三個 整理的 那 乘上去 然後對這個係數 所以我們就得到 左邊 左邊 左邊是這個 對不對 那我們在這形式的 對不對 這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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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左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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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幾個 你看我拍 右邊的人從一間走 右邊 右邊 右邊是 我們會用那個 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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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們知道 原先從編等一直加到無限度 編等無限大 因為這個關係 只有當編等編等編等的時候才怎麼樣 才等給其他都怎麼樣 所以主數價多少 就順了一下 這包上的是不是 你說編等編等 編等編等合一個 編等1的話 編等1 編等 değer1 編等med11 編等1 編等1 pivot 拆到 仁慧 一溫一溫都在最左邊的部分 這也是一支的 這是我們的先別條件 我們的前提 我們先別條件 所以這還數都是一支的 會不會做積分 在這個地址上很容易 因為這是什麼還數 這是曬還數 大家要看這個還數 什麼還數 我現在問你們會不會做積分 腳裡差不多積分腳走到 總是講過走到 用電腦算 要看有沒有 一定可以積分腳 這一定可以做 只要你還是知道就是一定可以做 如果積分腳差不多 用電腦去 零頭要讓他留好上面有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係數 這個係數 是有什麼要不理 在講事之前 我們先講 我們先講時間的變號 在這裡頭 純粹只是一個視覺還數 所以承認這個係數學還數 那我們現在用到我故理一下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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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個時刻 如果在某個時刻 就如果在某個時刻 那我現在問你 其他時間呢 在什麼時候 對 他的什麼樣 時間部分 所以我知道 是有什麼樣 所以我現在用到某個時刻 這裏才能到某個時刻 這個 對 對 所以這呢 這怎麼一樣 一樣的 對 對 對 這係數還是一樣的 後面換掌聲 成長時間後面 沒有 這很容易 記住啊 技術不太好 這技術是一樣的 這是很容易記得的 但是很可惜 有個學長考試的時候都忘掉 不要弄手錶花 這個分證是一樣的 那邊不是一樣的 不是一樣的 這邊是一個IPV 底下我們來討論 這一項 它的部體 我們先看能量 我們先試看 然後再試試看 這邊可以先試看 這位分證是 我先試試看 這位分證是 最後一度 那我們把怎麼樣 把左邊那個帶進來 把左邊那個什麼帶進來 我剛剛是有花花時間的 我們把這個帶進來 我們把這個 把拖完書 把拖子帶進去 要是有這邊要用不同的符號 用不同的符號才不會跟這個混淆 才會跟這個混淆 那我們來看看 這是 我們把這個閃電圈 把他找到 生香 那我看這是什麼 這很重要 這是我的學生 那個跟時間無關的學生 可以分享嗎 是嗎 對不對 好 那不覺得那個 跟時間無關的學生 可以分享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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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一样,这是鸯,这是鸯 两个都不瞎 但是我们就把鸡肉去鸳餐都给什么办 所以 这是什么 鸯的鸯鸯 这这 所以鸯鸯就 这,鸯这三面鸯就 只有哪一箱才不怎么鸯 只有鸯整天哪一箱才不去 其他都是鸯 其他都是鸯 所以我们就把怎么样 我就把这个擦掉 把鸯变成什么 把鸯变成M 那 这时候这两个就怎么样 就削掉 那现在我们就会讨论 从这我们的方式 我们就会讨论 这个西数人决定是什么样的目的 这是我们对目前有 颁竖物理的解说方法 那这解说方法就是要用到后来的观点 那我再来我们讲这集课 我们在讲这个量度理的最前提 前面在一场地域 大概一几个我曾讲过 之后 我们都后来有点解释 这些后反书 对不对 还有这些西数 对不对 但是我那时候也跟你讲过 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相信 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相信 你帮我接受那种方式 这种解释方法 不过目前大部分科学家 还是接受这个方法 然后底下我们来 底下我把那个 他的意义写下 这个公式的意义 我把它写下来 先看那种姿势 那我写的姿势 有没有 你们看的状态 我电影是好的 电影是在这个状态 原先就听了你的时候 是在这个状态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我用 我用能量 我测量他的能量 测量他们要用 用那个 不化的宝石 就是 让他们真的 作用到这个函数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 他们真的作用到这个函数 就是这个意思 这样可以吗 我们这会用谁吗 用喊你分量 做用到这个 就是测量能量 要不要 就他一 这样 所以 我 我就测量能 就想我测量他的能量的话 就是将 加这个定格 的状态 原先就是原先的状态 改变成什么样 改变成他的 这个 这个 只有Iron State 中的其中一个 我现在就举这个 M3做例子 我做用到 我做用到Cama 就把它改变成什么样 改变成这个状态 然后 以后他要怎么 就一直维持这个状态不变 那改变到这个状态 后安定的是这个 这细数的 有任何地方 那我刚刚跟你强调 现在他的科学 都接受这个 接受这个讲法 这个解释 但也有少数科学 就要看我讲 都接受了 在这个地方 这个句话 我再跟你强调 Iron State的问题 我再问一下 我在讲Iron State的时候 跟你怎么讲 如果一个状态 如果某一个 一个例子 在Iron State的话 他永远怎么样 永远维持那个状态 就是这句话 要不要 要不要 这另外的关键在这里 这关键在这里 就是说 这里套事本来 就是说 你做这个测量以后 做这个测量以后 并不是所有状态都存在的 不是所有状态都同时存在的 要清楚吗 我再讲一次 就是说 你做这个测量 就是含有这种状态 不是把它改变成所有状态 要清楚吗 不是把它改变成所有状态 可是怎么样 改变成其中一个状态 那这状态就维持它 但改变成这状态 有它的后来率 这后来率就是 去除了 去除了 这几分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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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几分之后